那玉山舰啊 是我们国舰国造 一艘上万吨的叫做两栖登陆舰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舰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现在镜头看到没有 这就是玉山舰 它非常的大 它有一万吨 那当初这个减彩的时候啊 就是成军减彩的时候 国内啊 大概看到的都感到非常 因为它上万吨 那你说上万吨是多大呢 像我以前的战斗舰 成功舰是4150吨 那这个吨 当然可能跟你的这个想法 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 你只要这样去想 现在如果有一个巨大的 超级巨大的秤 这艘船放在上面 大概是10600吨 成功舰放得上去呢 只有4100吨 所以这艘船 现在在航行的这艘船 看到多漂亮 雄壮威武的样子 它大概是成功舰的 2.5倍重 重量的重 好吧 所以一开始呢 这个船出来以后 那你看的也是非常雄壮威武啊 就引起了大陆许多的军事 军事迷也好网站也好 很多人就写了一些文章在研究 哎 台湾到底要预三舰做什么呢 因为他们第一个提出的就是说 现在显然台湾的战略的构想已经是防卫了 我们现在还有要反攻大陆吗 没有了 我们就是防卫而已 那这艘船是标准的两栖登陆舰 它是为了要 当初是为了要反攻大陆的 那你今天 既然反攻大陆不是我们的一个战略目标 那我问你什么时候用得到 收复一个外岛吗 也不太容易 收复外岛也不是靠它 我们还有别的船呢 所以 大陆的这些军事迷就得 第一个就好奇说 写了很多文章哦 说这个东西完全不符合台湾的战略的目的 因为你是防卫 因此他们想说 那到底在暂时他能够做什么事 他们就写了很多的各种各种不同的可能 长篇的分析 最后他得到了一个结论 那个结论我看完以后 其实他讲那些别的东西我也没什么意见 这个东西本来在暂时你要怎么做都可以随你 但是他最后那天写完之后 使我决定要今天第一个开始要讲的话题 就是这个话题 他最后讲到什么呢 他得到一个结论 他说这个玉山间最可能的运用啊 就是在战时的时候啊 把陆地的作战指挥 搬到玉山间 因为玉山间很大嘛 上万吨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们的暗战 魂山啊 作战中心 因为是固定了嘛 在陆地上不能动 如果被什么穿地弹啊 什么什么重量弹啊 或者什么磁爆弹啊 给他摧毁了 这个时候他会跑到玉山间 所以玉山间在战时有可能担任 像美国空军的空军一号 是不是一个飞机飞到天空 波音 这个美国的总统到上面 在上面有全套的指挥装备 他坐在那上面 即使美国本土被炸了 他在天空也是很安全 他可以做他的作战指挥 那叫空军一号 相对而言 玉山间 未来在我们的台海战争期间 他可以做为什么 海军一号 我们的指挥阶层 总统什么 国防部长 可能跑到这上面 指挥整个的台海作战 看完这个时候 我觉得说 我一定要先讲一下这个东西 他的错误在哪里 好不好 首先我要让大家看一个图 请大家看这个图 这不是图 一个表 这里表我给大家特别的说明一下 红的这里是玉山舰 这是成功舰 我们比一下 玉山舰 盾位 一万零六百 成功舰 盾位 四千一百五十吧 大概四千一左右 造价 记住 造价多少钱 这么大的一艘船 造价是四十六亿台币 大约这个数字 你们看到成功舰没有 一百五十亿台币 成功舰 足足比他贵了 一百亿台币 这么小的一刀船 为什么比他贵一百亿 那这是我们Google上面 拿下来的资料 你注意看一下 他这中间两项 Google上面有写他的装备 他的装备 他列了很多 中间有一项叫做 色控装置 你看他有这么大一串 你不必去看戏的 有这么大一串 他呢 玉山 只有一个 那接着下来这个 征收系统 他有这些 其实这些 你懂的话 就是这些都很简单 那他的征收系统呢 有这么多 你知道一个站舰的柜 是柜在哪里 柜在这些电子装备 而不是船的大小 然后这电子装备 中间有一项 我跟你说明一下 这成功舰的 叫做 Sys2 叫做自动 侦测 以及追踪系统 这个东西在成功舰上是有的 这个Sys2 这个红的这个区 这个东西在干什么 你知道吗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表拿开 这个东西在干什么的 我如果在成功舰打仗的时候 我很忙 或是当时我高度紧张 我没有办法做很理智的判断 我可以把这个整个散度系统 切换到 刚刚Sys2来指挥作战 那叫自动作战 我切换过去之后 所有的侦测 指挥 分配 谁对我威胁最大 我应该用什么飞单去打谁 他帮你做完了 所以在那个上面的话 就算我再笨再呆 我什么 智慧都没办法做的时候 他给我 上面那个灯红灯一亮 就说你按这个红的下去 这个飞弹就发射出去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他帮你做一种自动化的 打完这场战争 你就知道那个东西是多贵的 战斗系统啊 远远远远远比 一个运输舰 这个东西要贵 那你可以看得到刚刚御三舰 御三舰如果我们用我们人 来做一个比喻的话 虽然他很年轻 但是因为他的征收系统 很便宜 很简单 所以他是一个 第一个近视 大近视 第二个耳朵重听 他根本没有办法去打架 我们人你说我这个又听不清楚 又看不清楚你打什么架 所以御三舰原则上不是一个战斗舰 他跟战斗舰差了十万八千里 他就是一个运输舰 好吧 这是御三舰的他的基本的功能 那你说那既然这个样子 他在战时他能做什么 他在战时的时候啊 他因为他还是可以接到陆地 给他的指挥 就是陆地有个作案中心 叫他到哪里到哪里 他船上还是有一些飞弹的 那陆地的作案指挥中心告诉他 这个飞弹你去打谁 他可以执行这个任务 这个任务跟一万吨的这么大的船 执行这个任务 跟一个飞弹快艇是一模一样的 飞弹快艇小小的 藏在御三舰堆里面 他带了一个两枚或是四枚的飞弹 他走走走 他一样是陆基叫他你到哪里去 你拿哪个飞弹去打谁 跟他一样 没有别的差异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要知道御三舰多大 所以战时啊 打仗的时候啊 如果我是御三舰的舰 你知道最让我烦恼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如何自保 我这么大的一个个子 很容易被飞弹锁定来打的 那我怎么样去防卫呢 他上面的防卫力量是极其有限的 为什么 你别看他装了几个防护飞弹啊 我问你 他靠什么东西去锁定 侦测 他靠什么东西去预警 有个飞弹对着他打过来 他上面所有的装备都是很便宜的 看不清楚 听不清楚 所以在战时的时候 他想要自保都很困难 那因此如果真的打仗 建议大陆的这些军事迷呢 不必建议先把御三舰打掉 因为御三舰他念之在之的 就是他如何活下去而已 他不具备在战时 他不具备作战舰体内 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开始说明的 这就是战舰千万切记 战舰不在 不是军舰不在大小 在他的战斗系统 那个是非常贵的 我记得当时我在成功舰接舰的时候 我在中船嘛 有一天我隔壁的船屋 有一艘这个商船捡踩 我走到隔壁去看 十几万吨 一艘这个货轮 我走过去看的时候 我就这样子看着他的那个船 你知道吗 转过这个角 就是我们的那个船屋 成功舰的船屋 我看我们成功舰的船屋 是这样子看着 因为他在干屋里面 在底下很小 成功舰一百五十一 你知道那艘货轮多少钱 那时候走过去 我就问那台船的人 中船的人 那时候中船 我说你们这艘多少钱 我记得当时告诉我是十几亿 确切的数字我记不到了 你知道几乎是我们的十分之一啊 为什么大不重要呢 他只要能够有一个推进系统 然后推进系统 推进一个船 那这个船就是一个船舱嘛 你做这么大是这么大 我给他做这么大 就是推进系统多一点 那不就是比较大了吗 这大有什么用 千万切记 你凭舰军舰能做什么事的时候 不要看他的盾尾 看他上面的装备 战舰就是战舰 运输舰就是运输舰 不要把这些功能搞混了 这个当初在御三舰出来 国内也有一片的 这个媒体 称赞哪 多好 我们暂时可以做什么 他有什么什么 也是一样的 那同样的这一次大陆的灯这个说 暂时一定要先把御三舰打掉 国内也有媒体跟着灯 那篇文章还很长啊 我整个看完之后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 毕竟是军事比较难跨路的 你们很难去确切的看到一些 它真正的一些效果是怎么样呈现出来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平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障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